第一章 生死道生 赵涵璋听着左侧的脚步声跟住走到电梯口 对方很贴心 还特意告诉他一声 赵老师 我们稍等一等 电梯现在才从32楼下下来 虽然有些冷淡 但很好听 真是可惜 他们同校 兔子不好吃窝边草 早听来图书馆借阅书籍的学生们谈论过 数学系的副教授很帅 只是他们少有交集 早知道方教授介绍的对象是同校的教授 他就不来了 毕竟他在学校里的名声 有点特别 这会儿有点尴尬 赵涵璋一边想 一边微微偏头冲他在的方向笑了笑 好声音 落下 他听到旁边有人在低声议论 好帅啊 女的也好看啊 很登对呢 但女生怪怪的 他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 好像是耶 赵涵璋面色没有变化 脸上还是带着淡笑 只是眼眸低垂 他察觉到他轻轻地扶了一下他的手肘 赵涵璋疑惑的偏头 就听到他道 赵老师 电梯到了 赵涵璋冲他笑了笑 听着他的脚步声和他一起进入电梯 这下围观的人确定了 他的眼睛就是有问题 赵涵璋听到只有他们两个进了电梯 微微偏头 似乎看出他的疑惑 傅廷涵解释道 听说今晚有七星连珠的天下 他们都上观景台 只有我们在下行赵涵璋笑道 傅教授也可以去看看 不用 送我的 我可以自己回去 他毫不避讳地止住自己的眼睛道 虽然看不见 但我出行并不受影响 傅廷涵看了一眼他的眼睛 说 我对天文没有太大的兴趣 而且我们顺路 也是 他们两个都住在学校里 的确顺路 空荡荡的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 傅廷涵一安静 赵涵璋的整个世界都是黑色的 他是真从容 但不喜欢过于黑暗的感觉 所以没话找话 没想到方教授介绍的人 是傅教授赵涵璋 听到他冷淡地摁了一声厚道 我也 没想到师母说的人是赵老师 过来时应该接赵老师一起的 这话有趣 赵涵璋挑眉 正要说话 突然听到了什么 眉头微皱 傅廷涵留意道 问道 怎么了 话音踩落 电梯猛地下落 傅廷涵下意识地去扶赵涵璋 赵涵璋则下意识地拧住 伸过来的手 抬脚要踢时反应过来 忙该拧围抓 连连道歉 对不起 我反应有些过激 但电梯骤降 他站立不稳 话还没说完 就往他那边一倒 直接将人压在了身下 俩人抱住摔在一起 完了 傅教授对他的印象更不好了 傅廷涵看得见 顾不得手臂疼 抱着他用力 稳住身体 半蹲住 靠在电梯壁上 电梯 骤降后停止 但他们感觉 电梯箱还在不停地颤动 赵涵璋还听到 外面混乱和嘈杂的声音 他敏锐地捕捉到一些声音 醋没到 好像是地震 傅廷涵透过电梯往外看 这是观光电梯 可以看到外面 只见下面 一片嘈杂 不断有人从楼里跑出去 他面色微变 紧紧地抱住他 伸手去按铃 手才碰到红色的按钮 电梯就急速下降 赵涵璋感觉整个人都虚飘起来 有人紧紧抱着他 保护他 然后是一声巨响 眼前似有一道光闪过 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怎么可能看到光呢 他都瞎了十四年 然后是剧痛 还没等他思考自己是不是死了 傅廷涵是不是也死了 他就感觉到白色的亮光 在往他眼睛里挤 赵涵璋颤了颤眼皮 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 他一下从电梯里置身在一个 古代影城 赵涵璋愕然地看着 树立在眼前的高大城墙 不断有人从他身边跑过 接身着古代的服饰 脸上都是惊恐 目光左移 就看到三四排士兵 拿着长矛冲城门口跑去 直接将要往里冲的人往外赶 一山蓝绿的人死命往里挤 士兵们毫不手软 长矛出手 直接将人往外捅 赵涵璋目光一缩 手微微发抖 看着鲜血直流 眼睛瞪大的人不断倒下 他想欺骗自己说 这是在拍片都不能够 士兵们把那群人推出去 城门在眼前缓慢的关上 不断有士兵增援过来 但不管是跑步 嘶吼还是痛苦流血死亡 他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眼前上演的似乎是一场墨剧 得 在他眼瞎复明之后 他聋了 一时间 赵涵璋都不知道到底是当瞎子好 还是当笼子强一些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和衣服 笨 一身白色连衣裙 腰上还扎着一条红色腰带 这是今天下午 他出门前 社友知道他是出门相亲 特意给他选的腰带 说是红色的腰带 绑在他这条白色连衣裙上 显得他的腰支隐隐一握 对方只要不眼瞎就一定会心动 所以他这是现实里 还是 梦中 电梯坠落难道不仅可以变换时空 还能让人的眼睛恢复 赵涵璋握了握拳头 也掐了一下手 有感觉的 他眼睛微亮 看见有人从身边跑过 便伸手去抓 有劳 他的手直接从对方手上穿过 对方看也不看他 直接从他身边跑过去 赵涵璋愣了一下 这才察觉到异常 他听不见声音也就算了 但他人就站在这里 周围的人跑来跑去 好像都看不见他一样 他伸手在好几个人跟前招了招 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 喂 有劳 先生 兄台 所有人都对他都没反应 很好 他现在不紧龙 还隐形了 所以这是梦 就在赵涵璋要坚定地认为 这是一场梦时 一行人抬住担架 从他身边冲过去 赵涵璋扭头时 正对上担架上躺住的小姑娘 那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一身红色胡服 眼睛紧闭地躺在担架上 额头上都是血 但赵涵璋还是一眼认出了对方 不 他没有认出对方 他 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和他十来岁时很相像 当时他还没有眼望 就在他目光落在他身上的那一瞬间 赵涵璋似乎听到了波的一声 然后有什么破碎了 吵杂的声音猛地冲进他的耳朵里 赵涵璋听到了 三娘醒醒 三娘醒醒 快送回府去 马上去请大夫 赵涵璋愣地跟住担架 往前跑了两步 听到一声惊茶 赵老师 赵涵璋寻声回头看去 就见人群中 一个穿着西装的俊朗青年 正站在人群中看住他 他应该也是才看到他 见他看过来 兴奋地往他这里走 但才走了两步 他突然消失在眼前了 赵涵璋瞳孔微缩 忍不住上前 副教授 但紧接住眼前一黑 他一下便失去了知觉 第二张祖父 赵涵璋接过丫鬟递过来的药 一饮而尽 顺嘴含了一颗蜜剑 把药碗还给他 问道 打听到了吗 这次受伤的人里 有没有跟我一样失忆的 女孩听和摇头 回三娘 未曾听说过 那我受伤失忆的事 传出去了吗 听和有些忧愁地看住他 已经照三娘的吩咐 和外头说了 但 他们好像都不太相信 赵涵璋才不管他们信不信呢 他只想让副教授知道 赵家这头有个失忆的妹子 就不知道副教授 有没有他的好运 是海 飘着呢 还是跟他一样 借时还魂了 不错 他借时还魂了 在醒来十天后 他想过各种办法验证 他就是附身在了 这个和他长得很相似的小姑娘身上 小女孩也姓赵 在家里排行第三 人称三娘 今年才十四岁 太小了 他都没好意思占他的身体 因此夜里常常呼唤他 想要他回来继续自己的人生 他好歹活了二十八年 苦吃过 但福也没少想 虽然也算英年早逝 但出现意外的是他 后果自然也要由他来承受 不能到了另一个世界 还要占人的身体 这个因果太大了 赵涵璋承受不起 可惜不管他怎么呼唤 这孩子就是不出现 身体里空荡荡 一丝魂魄都不剩 赵涵璋只能把注意力 挪到副教授身上 虽然那天就只回头看了一眼 但能看得见他 还叫他赵老师的西装男 肯定是和他自己 一起出意外的副教授了 真帅啊 难怪学生总是 私下一论他长得好看 不知道他运气好不好 要是和他一样附身了尸体 不知是什么身份 能不能听到 他放出的消息找过来 要是没有附身 他现在是人 能看见他吗 赵涵璋照常每日一筹 听何将要晚放好后回来 三娘 二娘和四娘在外求见 不见 赵涵璋头也不抬的拒绝 就说我看见他们就 头疼 听何沉默了一下 虚膝硬下后退出去 赵涵璋躺在床上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不是园主 却还是有了他的记忆 所以也不算失忆 他不去想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 但只要想 相关的记忆 就会出现在脑海中 看见园主以前认识的人 从前的记忆 就会慢慢浮现 堪比百度搜寻 但百度搜寻 也是需要时间的 更何况还有阅读和接受的时间呢 所以他总是不能第一时间把人认出来 反应的时间有点长 所以赵涵璋前脆宣称失忆 反正他的确伤了脑袋 也的确 不太想得起来 可惜大家好像都不太相信他失忆了 赵三娘 他的闺名和珍 前不久才年满十四岁 他爸就不用说了 因为他早早就死了 没有大的名气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祖父 他祖父赵长瑜举国文明 绝位上蔡博 历任中书令 有为政清俭的美名 他只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他爹 但死了 只有一个孙子 也就是他亲弟弟 叫赵勇 今年才十二岁 但是个 不太聪明的孩子 这是委婉的说法 十二岁了 除了他自己的名字外 他就还认识他爹 他母亲 他姐姐和他们祖父的名字 这里头还有重复的赵字 所以赵长瑜想把爵位交给他的侄子 也就是赵三娘的唐伯赵继 但前段时间 府中突然有留言 说赵长瑜要给赵三娘 说一门显赫的婚事 以此保证 让自己的亲孙子赵勇继承爵位 不使家产旁落 流言刚起 赵长瑜还来不及应对 年仅十二岁的赵勇 就带着人出城狩猎去了 头上刚换了一个皇帝 城外到处是乱军流民 智力不太好的贵族小公子 这时候出城相当于白送 小女孩听说弟弟出城了 立刻就带了人出城去找 正遇上城外大乱 为了救赵勇 他从马上跌落 被抬回来时已经断气 他在电梯里出事 一睁开眼睛就在这个世界 再一闭眼 一睁开眼 就从这具身体里醒来了 这十天来 坚持不懈想要见他的二娘和四娘 都是赵级的女儿 他的堂姊妹 赵涵璋还没想好 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所以不想见他们 他想先找到副教授 穿越这种事本来就很神奇 而且他还是急事还魂 说不定聪明绝顶的副教授 能够从这件事中找到什么规律 让他们又穿回去呢 就不知道他们在电梯里的身体怎么样了 回去的话应该还能活过来吧 赵涵璋有些忧虑 手脚摊平 更不想动弹了 耳边听到听河急不进来 赵涵璋就闭上眼睛道 不是说不见了吗 三娘 侍郎主要见您 赵涵璋睁开了眼睛 从床上称坐起来 祖父 是 程伯带了人来接您 程伯是祖父的心腹 一直随时左右 现在府里的大管家都只是他弟弟 赵涵璋垂谋想了想后道 拿衣裳来更衣吧 别人可以不见 赵长瑜却不能不见 他是家主 听河忙翻出一身半旧的家常服 给赵涵璋换上 赵涵璋看了满意 赞许地看了他一眼 将衣服换好以后 便有四个健壮的匍腹 抬了坐脸进来 把赵涵璋抱到坐脸上抬出去 哦 忘了说了 他从马上跌落 不仅伤了脑袋 还伤了腿 不是特别严重 但贵族小姐 伤筋动骨必须卧床休息 感动一下这具身体的母亲就哭 可以抱着他 哭上一天一夜的那种 所以这几天赵涵璋特别乖巧 能躺着绝对不坐住 能坐着绝对不站住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 不 是抬出自己的院子 沿路花团景簇 春光难慢 蝴蝶翻飞 看得出来 这个家的院子被打理得很好 一路抬过去 路上看到的下人都低着头 拱腰退到一旁 等坐脸过去好远才敢微微 直起身来继续手中的事 越到主院 路上遇到的下人越恭敬 主院的院门打开 院内栽种了一棵梧桐树 此时梧桐树枝凡夜帽 底下有一张桌子 一个受学清俊的 中年人正坐在桌旁 赵涵璋一看到他 脑海中就浮现出 以前祖孙相处的画面 天啊 这个自容清俊的中年人竟然是他爷爷 第三张子 韩章 赵韩章不太叫得出口 于是面色也冷俊起来 他被吓铺抬到桌子边放下 扑腹要抱他坐到椅子上 他抬手指住 自己扶住听河的手起身 有些不稳地和赵长瑜行礼 祖父不 叫也得叫 赵长瑜皱皱眉 扫了他的腿一眼厚道 何须行此虚礼 你腿脚不变 保住自身才是孝道 快坐下吧 是赵韩章恭敬地在他对面坐下 垂眸看住桌上的茶壶 赵长瑜仔细打量他 其实他们祖孙相处的时间不多 他忙于国事 在家世上便有些疏忽 但这不代表他就不了解自己的两个孙子孙女 相反 虽然他们祖孙不常见面 但他们读什么书 性情如何 连吃穿这些他都有过问和了解 所以他知道 孙子天生愚钝 但孙女却很聪慧坚韧 因为家中早定下 要把爵位雇给二房 这孩子对二房的兄弟姐妹一直多有忍让 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但他这次的应对 却和从前大不一样 多了几分强势 少了几分隐忍 赵韩章低住头 赵长瑜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只能看住他的头顶道 听成博说 你失忆了 赵韩章顿了顿才肯定地回答 是 赵长瑜论忍不住笑了一下 抬起头来回答 赵韩章就抬起头看向对面的人 眼神清亮且坚定 并不改变自己的说辞 赵长瑜就看住他的脸问 失忆了 可还记得其他的 赵韩章想了想后道 还记得弟弟 母亲和祖父 赵长瑜脸上的笑容慢慢淡了下来 手指轻轻地敲了敲石桌面 许久后他道 我本意是为你说一门显赫的亲事 国家混乱 百姓流离失所 有一门险亲不只保护自己 也能忽悠你弟弟 他说 惠帝是前车之鉴 我从未想过让你弟弟继承博绝府 我想着 为你说一门险亲 就算将来博绝府不能依靠 你们姐弟俩也能安然无虞 赵韩章道 祖父 若是连至亲如疏祖都不能信任 又怎能相信半路加进来的殷亲呢 赵长长沉默不语 赵韩章道 五弟若是不立会帝 会帝就能过得好吗 赵长瑜皱眉 目光凌厉起来 你想你弟弟继承伯爵 不 赵韩章道 当年祖父劝戒五弟不立会帝 孙女是赞成您的观点的 会帝纯骨 并不能做一国君主 五弟当年若听您的劝戒 那大静也不会有今日之火 说会帝纯 古世赵长瑜当年的原话 其实是说会帝太过老实愚钝 不适合当皇帝 赵韩章醒过来后 除了惊讶于戒失还魂 就是经购现在所处的历史节点 还有 他附身的这个小姑娘 竟然是晋朝大名鼎鼎的赵教之孙 去年的11月 静会帝于洛阳突然去世 而后皇太帝即位 定年号为永家 现在是永家元年2月 新帝刚即位不到三个月 城外到处都是乱军流民 他认真地和赵长瑜道 永帝瑜 既不能发扬宗族荣光 也不能守护家族 祖父的决定没有错 他的确不能继承伯爵 把伯爵府交给赵勇 结局可能和 把国家交给惠帝一样 别说赵家的荣光了 恐怕宗族根基都会有损 赵长瑜脸色好看了 但是祖父 把我们长房都交给二房 二房果真值得托付吗 这不只是他的问题 也是元申一直想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压在他的心里 一直在质疑和寻找答案 但直到他追出城去救他弟弟 他才找到答案 只是他已经来不及和他的祖父说了 现在赵寒章带他问出来 只是一个还未坐实的留言 书祖一没有来找祖父确认 伯父也不曾问话 好似不知此事一般 二郎就出城去 差点命丧城外 祖父放心这样把母亲和我们姐弟 托付给二房吗 赵长瑜握紧了手中的茶杯 嘴角紧紧铭起 他的心好像被热油滚过一样难受 许久 他才奸色地道 独目难知 若不依靠家族和二房 你们姐弟二人 恐怕难以在这世道里生存 他常态一生 心地虽极位 却不能自主朝政 内乱不平 外又有匈奴为乱 截胡和枪族也虎视眈眈 天下眼见大乱 你们若不依附于家族 如何在这乱世里生存 赵寒章想起怎么想起怎么 想起换也换不回来的残魂 有些哀伤地问道 若靠反过来 要去我们的性命呢 赵长瑜看向院子里 唯一留住的承伯 承伯心领神会 立即进 屋里拿出一张折子 赵长瑜将折子压在桌子上道 这是请立赵记 为世子的折子 这封折子一上 可按他们的心 这的确是一个办法 但是 赵寒章目光从 折子 上台起 对上赵长瑜的目光 没有利益冲突了 书祖和伯父 自然不缺我们一口饭吃 但将来总还会有利益相关的时候 祖父也说了 世道要乱了 乱了的是道理 我们真能依靠别人吗 赵长瑜注视着他眼中的坚定 惊讶道 那你意欲何为 赵寒章道 力量只有握在自己手里 才是最安全的 依靠谁 都不如自己来的可靠 赵长瑜惊讶地看住他 半晌过后 他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目光惊亮 好好 不愧是我赵长瑜的孙女 他起身来回转了两圈 最后一 拍无童树 在他面前站定 目光炯炯地看住他道 你长大了 我没记错 你明年就急急了吧 太年轻了 已经二十八岁的赵寒章眼寒 热泪地点头 是 赵长瑜就伸手轻柔地 拍了拍他的脑袋 温柔地注视住他道 好好 好啊 祖父很可能见不到你 鸡鸡了 我提前给你取个小字吧 赵寒章一愣 垂下眼眸 思考了一会儿后道 祖父 我可以为自己取个小字吗 他还想叫自己原来的名字 赵长瑜笑道 你不先听我给你取的小字吗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 赵寒章便笑着等他说 赵长瑜温柔地看住他道 当年你父亲为你取名和真 便是詹卜而取 从易经里取的昆卦 我今日便为你取寒章二字为小字 赵寒章愣愣地看住他 目中渐渐湿润 他忍住泪 声音有些沙哑的喃喃 寒章可真 当年他爸爸也是从这个里面 给他取的名字 对 赵长瑜含着笑容看他 寒章可真 以时发也或从王室 知光大也 何真 你是个好孩子 我的孙女一直有美德 去 从来隐忍不嫌要 祖父希望你将来也能如此 将来可以有个好结果 赵长瑜说到这里有些忧伤 他一直知道这孩子聪慧 却少往心中去 若不是他这次展露出来的锋芒 他差点就误了他 也误了整个赵家掌方 第四章赵二郎 赵长瑜激动过后 面色有些病态的红 他捂住胸口慢慢在桌前坐下 和他道 你先回去吧 祖父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们将来的路怎么走 他说 今日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母亲 赵涵章阴下 赵长瑜顿了顿后道 既然你说你失忆了 那就失忆了吧赵长瑜 是不相信孙女失忆了的 只以为他是要借此打压二房 之前他心底是不太赞同此举的 但现在 罢了 孩子想这么做 那就这么做吧 赵涵章回到自己的院子 又爬回了床上靠好 这身体的灵魂似乎真的散了 他不知道自己和副教授 能不能回到现代 但很显然 圆主是回不来了 所以 当他寄居在这具身体里时 他想要为他 为他在乎的人做些什么 就当是挤用他身体的租金吧 而且 他自己也想过得更自在 更好 赵家二房显然不能依靠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不如遵从小姑娘内心的想法 他们大方自己立起来 最起码要有自保之力 赵涵章把自己刚才的应对 在脑海中又过了一遍 确定没什么问题后 就往下一滑 探出一口气道 我饿了 动脑筋肚子就是饿得快 赵涵章冲外面叫了一声 听和 听和忙进来 三娘要什么 吃的 去厨房要些茶点来 我饿了 听和笑着应下 转身而去 三娘受伤后 虽然还是忧心忡忡 但胃口却比以前好了许多 赵家厨房的点心 那自然是很好吃的 听和送来的点心 都很对他的胃口 显然他和小女孩的口味差不多 正吃着 一个丫鬟小步进来 三娘 陈太医来了 赵涵章咬着点心 顿了一下 放下让听和收起来 问道 谁请的太医 心里想着要怎么应对 就听小丫鬟道 是陈伯领来的 说是狼主派人去请的 赵涵章便叫住听和 又把点心拿了回来 继续吃 请他进来吧 陈太医拎着药箱进来 看见的便是一个小女郎 正坐在榻上吃点心 看见他来还招手 陈太医 要不要先用些茶点 陈太医 他怀疑 他看向陈伯 这是府上的三娘 是 陈伯虽然也惊讶 但很快收敛金色 弯腰道 请太医为我家三娘 整一整沉 太医只能上前 赵涵章也乖 放下点心伸出手来 问什么答什么 三娘还是什么 都想不起来嘛 也不是 隐约能想起一些来 赵涵章道 脑海中总是闪过 有人跑来 与我禀报二郎出城的画面 但接下来便是一片混乱 再要细想便头疼欲裂 心跳加快 陈太医摸着他的脉 盯住他看 问道 那人呢 可认得人嘛 赵涵章就叹息 除了二郎 也就还隐约记得 当初来报信的那个丫头 却只记得长相 不记得名字了 连父母和兄弟姊妹 也都不记得了 赵涵章就叹息应 了 一声是 关心地问道 不知何时能想起来 母亲每日来见我 都哭得不行 今日好容易才把人哄下去休息 陈太医看住他沉默半赏 收回手道 三娘好好休息 既然想不起来 就不要硬想 以免病情加重 他说 先 养好身体 时机到了 自然会想起来的 赵涵章身以为然 乖巧地点头 应了一声是 陈太医留下一张药方后离开 陈伯冲赵涵章弯了弯腰 跟注送陈太医出门 陈太医前脚刚走 后脚这小姑娘的母亲王氏 就赶忙来了 她的眼睛还是红肿的 显然被赵涵章劝回去后又哭了 一进门 她就紧盯着赵涵章看 急不上前 三娘 陈太医怎么说 赵涵章靠在床上假装 虚弱 太医说没有大爱 只是还不记事 王氏眼睛又红了 她拉着赵涵章的手 速速落泪 我可怜的孩子 赵涵章任由她抓着 当住她的面 母亲二字怎么也喊不出口 这位姐姐和她差不多大 实际上也是的 别看女儿都十四岁了 自己却才是花醒年华 也就比她以前大两岁 赵涵章喊不出口娘来 却看不得女孩子哭 所以忙回握她的手 扯开话题 二郎怎么样了 王氏眼泪烧些 用帕子擦前眼睛倒 还在祠堂里跪住呢 这次你祖父生了大气 亲自处罚的 她顿了顿 压低了声音道 不止二郎 二房的大娘也跟住贵祠堂 你祖父虽不拦着我们给送吃送喝 却不许他们出祠堂 每日不仅要贵 还要被嘉训和祖谱 你也知道 二郎愚笨 祖谱还能备出一些来 嘉训确实 赵韩章心中沉思 二郎也就是原生的亲弟弟赵勇 今年才十二岁而已 他想了想 看向廷河 你去找一找承伯 就说我吃了药后睡下 却不小心掩住了 这会儿正浑身发汗的叫着二郎呢 求他让二郎来见见我 廷河看住面色还算红润的女郎 欲言又止 半上还是屈膝硬下 跟住王室来的亲姑立刻说 我与你同去王室 忐忑不已 问赵韩章 这样岂不是欺骗你祖父 要是让你祖父知道了 赵韩章安抚他说 没事 这院里有什么事能瞒住祖父呢 他要是不愿意 自会让承伯拒绝 承伯没有拒绝 于是脸色苍白 贵得都站不直的赵二郎被人扶着 送到了赵韩章的亲衣阁 祠堂里就只剩下赵大娘赵婉了 赵二郎被人扶着送进来 除了记忆里 这是赵韩章第一次在现实里 见到这便宜弟弟 十二岁的少年却长得人高马大 脸是肉嘟嘟的带住婴儿肥 一进门 目光触及靠坐在床上的姐姐 毫无征兆的 他张开嘴就豪哭起来 阿姐 阿姐 赵韩章给吓了一跳 王室也开始哭 小跑猪上前抱住儿子 二郎啊 赵二郎哭得超大声 眼泪跟绝地的河水似的 哗哗从脸上流过 眼睛紧闭 被下人扶着走到床边 触及赵韩章他的哭声 才开始小下来 但他还是哭得很伤心 一边哭 一边勉强睁开眼睛看赵韩章 看他一眼 哭得更大声了 赵韩章 第五章装晕赵韩章任命的张开手 抱住赵二郎 拍着他的背安抚他 许久 赵二郎才慢慢停止哭声 怯生生地睁开眼睛 看赵韩章 你 他怀疑地看住他 你是我阿姐 赵韩章心中够异 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不记得了 但他们说是 他上下打量赵二郎 道 我在记忆里见过你 隐约记得年前 你站在花园里的假山上 迎风撒尿 结果尿到了另一人头上 王氏剧烈地咳嗽起来 那都是两年前的事了 三娘你记差了 那会儿你弟弟还小呢 赵二郎却不会脸红 在他有限的记忆里 也记得这件事 他高兴起来 狠狠地点头 对 就是我 因为这事 阿姐拿着鞭子 追了我两条街 把我抓回来 好一顿打 他下意识地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屁股 有些委屈 好痛 赵韩章 现在还痛 赵二郎点头 赵韩章伸手 戳了戳他的膝盖 这里呢 赵二郎撕的一声 面色痛苦地打了一个抖 整个人忍不住往后一缩 王氏看得心疼不已 赵韩章收回手指 和听和道 去把侧屋收拾出来 让二郎在这儿住下 使人出府去请大夫 跪了这么久 他的腿得好好治 别跪坏了 听和应下 王氏有些迟疑道 二郎虽然心智小 但年纪却不小了 他还住在你院里 是不是不太好 谁会说什么吗 住在偏房 又不是一间屋里住住的 赵韩章道 才出了这么一件事 放他去前院 我也不放心 就让他住在我这儿吧 王氏也怕他 再被人蛊惑 做错事 所以赵韩章一劝他 就答应了 赵二郎双手 捂住自己生疼的膝盖 确认了 你就是我阿姐 只有他阿姐 会这么戳他的痛处 赵韩章有些复杂地 看住他 都不知道该夸他聪明 还是说他愚笨了 明明都怀疑上了 怎么就这么轻易 相信他了 赵二郎在轻易哥住下 赵家的当家人 赵昌瑜一句话没说 其他人便是有意见 也只能憋着 只是赵大娘 还在祠堂里跪住呢 一直稳坐泰山的 二房长辈们 也坐不住了 傍晚用饭的时候 二房的人连眉而来 哦 除了他那位 未曾谋面的叔祖父 饭菜才摆上桌 赵韩章 舒服地让人抬到桌边 刚坐下 便有下人进来禀道 二娘子 三娘 大老爷和大娘子 领着二娘四娘 过来看三娘了 赵韩章就看向王氏 王氏放下筷子 用帕子擦了擦嘴巴道 请他们进来吧 如果只是二娘和四娘过来 他们大可以用 之前的借口不见 但长辈过来 就不好在闭门不见了 王氏坐在桌子边等住 赵二郎抓紧时间 往嘴里塞了一口吃的 然后乖乖地把手 放在膝盖上做好 可见礼仪不错 家里是教过的 赵继带着妻女进来 王氏不甘不愿地 领着赵二郎 起身见礼 只有赵韩章 因为腿伤 稳稳地坐在榻上 一动也不动 也不见局促 赵继一进来 就看到了她 她宁目看去 正对上赵韩章 看过来的好奇目光 赵韩章毫不掩饰 自己打量的目光 非常嚣张地看过赵继 又去看她媳妇 然后去看她身后的 两个小姑娘 赵继被她的目光 看得一惊 这陌生的打量 赵继眉头微醋 难道真是失忆了 打量着这一家四口 赵韩章慢慢地 将他们和记忆中的人 对上 一下冒出来的记忆太多 让她头疼得几乎要裂开 赵韩章脸色微白 额头微微冒汗 赵继正看她 最先发现她的异常 愣了一下后忙问 三娘怎么了 听和也发现了 忙上前扶住赵韩章 焦继道 三娘是不是又头痛了 这点疼痛对赵韩章来说没什么 她大可以忍下来 但 对上赵继打量怀疑的目光 赵韩章想 她为什么要忍呢 于是她放开记忆的闸门 让看见他们后 涌现出来的记忆和情绪 淹没自己 脸色瞬间苍白如雪 额头冷汗直冒 她挖得一下吐出来 这剧烈的反应 怎么看也不 像是可以假装的 赵继心中不安 她以为赵韩章失忆是假装的 为的是让大伯处罚他们二房 可现在看来 她竟是真的失忆了 赵韩章吐了好一会儿 屋里的丫鬟吓人都乱起来 等脑海中的记忆稍稍平静了一点 她才抬头看向赵继一家四口 目光却看到正从他们身后进来的赵义 她立刻改变目标 伸出手指颤颤巍巍地指住赵义 你 你 我记得你 一句话没说完 她就歪头晕了过去 赵义 赵大郎 赵继目前唯一的儿子 对上她可比对上她两个闺女好太多了 赵韩章丢完炸弹就放心地装晕 王氏却不知内情 见女儿晕倒 大惊小怪之下扑上去抱住她 三娘 三娘你怎么了 快去叫大夫 听河也吓坏了 撒腿就要往外 跑 被青姑一把抓住 快去请郎主 求郎主请太医来看看 外面的大夫不中用 听河应下 转身往外跑 赵二郎见子子说晕就晕 也吓坏了 被王氏这么一喊 眼泪就冒出来 她挤上去紧紧地抓住赵韩章的一只手 越看越觉得她脸色惨白 很像前几天看到的死人 忍不住就豪哭起来 阿姐 阿姐 王氏本来还稳得住 儿子一哭 她也悲从中来 忍不住抱着赵韩章大哭起来 赵韩章 她忍不住用另一只手 搓了搓王氏的手心 哭得投入的王氏 没感觉到 赵韩章便只能捏了一下 王氏 她反应过来 流住泪的低头去看女儿 就见赵韩章 微微睁开了一点眼睛 和她对上一眼后 又紧紧地闭上了 王氏心领神会 抱着赵韩章 顿时哭声大起来 屋里的下人们闻听 心中悲气 都跟住小声地哭起来 只有青姑还鼎用 一边让人去打热水 一边让人去找三娘吃的药 还要派人去门上 看大夫来了没有 赵纪领着妻儿 顿时将在 来原处 屋里的混乱和伤心 都避开了他们 这场景落在谁眼里 都能解读成 二房上门妻辱大房的 孤儿寡母 进屋到现在 统共就说了一句话的 二房众人 第六章针锋 赵纪额头微抽 反应过来后 立即对住儿子大喝 你还愣着干什么 你三妹妹记起你 你却只会站住 还不快上去看你妹妹 大娘子也反应过来 忙上前扶住哭得 不能自已的王室 弟妹 这是好事啊 先前我还怕三娘不计人 看这样子 她是在好转 不能记住她哥哥 接下来就该想起 弟妹你了 王室紧紧地抱着赵寒章 哭道 要是记起以前的事 这么难受 我宁愿她永远记不起来 骗鬼呢 三娘这样子 像是因为赵大郎好 才记起晕倒的吗 分明是因为 以前赵大郎欺负过她 虽然她不记得 赵大郎怎么欺负过三娘 但三娘既然说有 那就是有 三娘又不是真的失忆 没错 王室也不觉得 女儿失忆了 毕竟她能记得 她和二郎 也认得身边的 听和和亲姑 只是反应 比以前慢了一点 但她磕了脑袋 腿还摔坏了 伤心痛苦之下 反应慢总是正常的 失忆可以假装 呕吐和脸色发白 却不能 王室摸着赵寒章的头发 心疼的眼泪 一滴一滴往下落 孩子 我只愿你和二郎 平平安安 健康喜乐就好 其他的 我全都不强求 王室心中 虽不明白 女儿的打算 但她装晕前 指住赵一那一通话 显然是在表达 对二方的不满 要论不满 王室早积累了一肚子 只是一只碍于公爹 不敢发作 加之从前 女儿也总是劝说她 她这才一忍再忍 这次 因为二房股东 二郎出城 害得她一双儿女 差点与命 她早恨透了他们 不过是因为公爹 不改初衷 还是想要将 爵位传给二房 将来他们这一房 要咬二房鼻息 这才强忍下 这下连女儿 都反抗了 王室便压不住 心中的怨恨 直接转身一把拉住 被赵继推上来的赵义 大郎 你三妹妹 比你还小一岁 她若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 你与沈娘说 我来罚她 还请你不要吓她 王室哭道 将来这名府都是你的 我们孤儿寡母 只求一碗汤水喝 能平安活着就好 绝不敢与你争什么的 赵继和吴氏 被王室这一通 阴阳怪气 说得脸色发 请 赵继没忍住 大声喝道 弟妹这是何意 王室整个人一缩 一把将赵二郎 和赵寒章抱进怀里 母子三个缩成一团 哭都不敢大声哭了 大伯 我 我 我说错话了 赵继整张脸都黑了 但落在下人的眼中 大老爷更显恐怖 大娘子吴氏 看到下人们 惊惧的目光 反应过来 忙上前安抚王室 弟妹这说的什么话 他们是兄弟姊妹 一根血脉 将来自会互相辅助 相亲相爱的 王室垂下眼眸 声音低落地道 大嫂说的是 我不求其他 只要我一双儿女平安就好 她抱紧了两个孩子 想到三娘送回来时满脸的 血 气息微弱 一度冰死 她又微微挺着了腰背 抬起眼来看向吴氏 目光凶狠 三娘和二郎是我的心肝肉 为了他们 我连命都能舍了的 大嫂最好记住了今天的话 不然 我便是去了地狱 也要正开锁链回来 吴氏被打 等目光和画中的凶狠下注 半晌说不出话来 赵姬被吴氏挡住 只听到画 没看到王室的情状 不由生怒 语气也冷了下来 弟妹这是何意 难道是怀疑三娘坠马 是我们二房害的不成 王室捏紧了手中的帕子 哭道 大伯 大娘现在还在祠堂里跪住呢 她是为什么跪的 你我都心知肚明 赵姬脸色一青 握紧了拳头 韩生道 弟妹不如说说 她为什么跪住 王室报警了赵韩璋 害怕得微微发抖 赵姬生气得道 弟妹身边的仆人 也该亲一亲了 全是这些挑三拨四的人 在身边挑拨住 他们兄弟姐妹间 才生出这许多误会来 她沉生道 二郎自己都说不明白 为什么出城去 大娘偶然知道了此事 自然是要告诉三娘的 弟妹不如是想一想 若没有大娘告诉三娘这事 三娘能及时去追回二郎吗 城外这么多流民和乱军 还不生吞了她去 赵姬 弟妹不但不念住大娘的好 竟然还听信外面的留言 觉得是大娘蛊惑二郎出城 如今新帝即位 朝中局势变幻 伯父如今都要暂居家中养病 已避朝中霍乱 这样的情况下 弟妹这样内乱起来 岂不是正合了那些挑拨小人的心意 她立目看向 一旁的亲姑 直接下令 我看弟妹就是被身边的人挑拨坏的 来人 将这几个雕奴拿下去 亲姑几个吓了一跳 瑟瑟发抖地跪在了地上 王室也吓了一跳 盲身处一臂去拦着 这不与他们相干 赵韩章微微皱眉 睁开了眼睛 她推开王室的另一只手 扶在榻边又假装吐了两口 这才抬起头来 冲地上的亲姑伸手 亲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忙起来 手微微发抖地捧了茶杯给三娘 赵韩章竖口吐掉 这才脸色发白地靠着王室看向赵继 嘴角微微一挑 这是大唐伯 屋内凝脂的气氛顿时活动起来 跪在地上的下扑感觉 压着他们的气势一弱 他们可以微微抬起头来了 赵韩章这一省意图 直接把赵继的节奏打乱了 赵继盯着赵韩章看 微微醋眉 三娘 你越发没有礼数了 谁教你这样与长辈说话的 赵韩章一脸无辜 我不记得了他冲赵继一笑 微抬住下巴道 不记得您 也不记得 您身后的这几位 除了他的目光定在赵大郎身上 似笑非笑 他 赵大郎 虽然他们堂兄妹两个只相差一岁是府里年纪最相近的两个人 但他们还真不这么熟 他完全不记得什么时候做过可以让他印象深刻的事 以至于他都失忆了 还记得他 不过不记得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新介绍吗 赵韩章表示自己很大方 并不反感重新认识他们 不过 这好像是我的院子 这里是大房吧 赵韩章歪住脑袋疑惑的 看赵继 二房现在可以直接越过大房的当家娘子处理大房的下人了 第七章相对 他嘴角微微一挑 不无恶意地问道 现在 赵家还不是伯父当家做主吧 赵继脸色一变 吴氏和三个儿女都一脸惊讶地看住 赵韩章 没料到他敢当面说出这样的话来 王氏都忍不住惊讶地看住赵韩章 忍不住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袖子 赵韩章只当不知 还是含着笑容看赵继 等他回答 赵继平复了一下心情 脸上的怒涩很快收敛起来 平静地道 三娘才醒 不记得家中的事所以误会了 我此举是为了府中安宁住享 若是让下人们随意传谣 再好的主子也被他们挑拨坏了 赵韩章微微汗手 大唐伯说得不错 的确要好好地查一查 我虽然记得的是不多 但醒来后也算长了不少见识 算起来 外头的那些风言风语 似乎都是从大房外往里传的 要查 那就要查到根上 这样吧 让唐伯母和母亲一起查 我母亲查大房 唐伯母查二房 看看到底是哪些下人在挑拨离间 到时候一并打发出去 大唐伯觉得如何 赵韩章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 他知道这孩子聪慧 但他从来都稳婉顺从 还是第一次这样当面博他的面子 然而对上赵韩章陌生的目光 赵继连发火都不能够 只能憋屈地应下 最后这场探病也不了知 他们只留下带来的药材 话都没说几句就离开了 快步走出轻衣阁 赵继猛地停住脚步 回头看昏暗灯光下的轻衣阁 吉布跟在身后的吴氏吓了一跳 和三个孩子也停下脚步 低着头站住 赵继面无表情道 他怕不是假装的 而是真失忆了 吴连连点头 是 是 我之前没见到他 也以为他是装的 但今日看 竟然是真的三娘以前 虽偶尔叛逆 但形势却稳重 和他们二方 的关系也一直不错 不管内心怎么想 两方面一直都很和睦的 像今日这样势力的赵温 那是一次都没过 赵继头痛起来 他意识到 赵三娘假失忆不好 真失忆对他们更不利 失忆 不记得了 那便没了感情 没有畏惧 从前的经营瞬间都消失了 而且今晚 赵继想到刚才 他的争锋相对 只觉得心口生疼 堵得慌 刚才的事不许外转 无事小声道 便是我们不说 这边也会往正院那边传吧 当然会了 他们前脚一走 赵寒章后脚 就让跪住的下人们起来 让他们都退下去 只留下亲姑道 大夫还没来 亲姑亲去正院走一趟吧 和祖父说我醒来了 只是头晕恶心 已经没有大碍 倒是母亲被气得 心口生疼 她问道 祖父要是问母亲为何生气 你知道怎么回吧 还能怎么回 自然是被他们二房气的 亲姑却是小心翼翼地看了赵寒章一眼 结合以前三娘的教导 小声道 就说是被三娘气的 三娘对大老爷无礼 赵寒 张巍巍汉手 就说 三娘把以前的礼仪道德 全给忘了 二娘子气得不行 王氏 她其实不怎么生气的 以前他们一家三口 只有她对二房的人生气 儿子是傻乎乎的不能计较 女儿虽然精明 却总叫她忍让 还说什么 脾气要发在要紧处 总是发脾气 以后再发脾气 就不值人重视了 女儿难得冲二房发一次火 王氏只觉得神清气爽 她越言又止 这样说是不是不好 万一你祖父对你生气 生气是必然的 但我想 祖父更气的一定不是我 找韩章嘴角微巧 点住膝盖道 这些年大房养大了二房的心 大唐伯一家太过骄傲了 自觉觉位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如此骄傲 怎么会不败 她说 我确信 引致二郎出城的事 是大子他们私下所为 大唐伯他们不知情 不然他们一定会拦着 他们可不会觉得祖父 会把觉位传给二郎 也正是因为笃定这一点 哪怕知道我们姐弟两个受伤 和大子他们脱不开关系 他们也不住急 甚至还出手替他们抹掉尾巴 不承认 反正祖父也不会把觉位 给二郎王氏伤心难过 凭什么不 给二郎 二郎才是他的亲孙儿 赵韩章 母亲 二郎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怎么当的好家主 爵位于他来说不是好东西 反而是夺命的坏事 那你怎么还那样与二房说话 你从前不都叫我忍住吗 赵韩章 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我想着 我们毕竟一脉相承 又从小一起长大 总是有感情的他说 上下牙齿 还有碰着的时候呢 一家子过日子 吵吵闹闹 再正常不过 无关紧要的事情 忍让一些辩事 但现在看来 他们的心太大 也太过薄情 想要依靠他们 已经不可能 王氏呆住 既不要爵位 他们又不能依靠 那我们 母亲 爵位只是个荣誉罢了 这世上的好东西多住呢 我们不要那闪耀人眼的爵位 没说不要其他的呀 赵韩章道 而那些东西 现在可都还在祖父手里呢 王氏眼睛一亮 钱 他公爹可是有名的吝啬 又有善经营的美名 手上一定有不少钱 此时 屋里就只剩下 他们母子三个 和亲姑 赵韩章意味深长的道 钱 只是其次罢了 最紧要的是 赵长瑜手里的人啊 乱世里 钱粮重要 但人也很重要 谁手里有人有粮 谁就能活着 还能活得好 现在整个大劲 都打成一团 就是现在看住 还安定的洛阳 也才经过血洗 之前隔三五个月 就发生一次动乱 洛阳城里 被血洗了一次又一次 没点人手 赵韩章觉得 自己连大门都不敢出 所以他眼馋 赵长瑜手上的人 亲姑瞬间领会 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也精明 抹了抹眼睛 让眼睛红了一些 然后冲赵韩章屈膝道 奴婢不负三娘所托 他转身而去 第八章心腹 王氏愣愣地看住 还没回过神来 赵二郎忍了又忍 忍不住了 拽了拽赵韩章的袖子 委屈道 阿姐 可以吃饭了吗 我饿了 我饿了赵韩章 看住天真不知识的赵二郎 挥手道 吃吧吃吧 赵二郎立刻回自己的位置做好 一连加了好几块大肉 给赵韩章 殷勤道 阿姐 你刚才都吐了 这些都给你吃赵韩章 看住碗里的大肉 不说话 只觉得头又疼 胸口又闷起来 恶心想吐 王氏盲将肉夹走 你阿姐不吃 你自己吃 他忧心地看住赵韩章 三娘 要不你就吃些白粥吧 看看 吐的脸都白了 脑海中涌出来的庞大记忆 已经融合得差不多了 赵韩章头已经不怎么疼 不过他胃口也不太好 于是点了点头 他就坐着看王室 给赵二郎夹菜 赵二郎也吃得津津有味 凡是放到碗里的菜 全吃了 赵韩章看得有趣 就问他 你在祠堂里 也能吃这么好吗 赵二郎委屈得摇头 没有肉 只有馒头 赵韩章满意地点头 这样才向被罚马 轻一个这边安静了下来 主院那边却一点也不平静 轻姑跪住哭诉了一通 得到允许后才起身 公主被悄悄退下 退出院子时 他后背都汗湿了 赵长渝盘腿坐在榻上一动不动 承搏端了一碗茶上来 轻声道 郎主 今晚二房的确于举了赵长渝叹息一声道 何止事 二房与举三娘也与举了 不等程伯说话 他又说 不过也情有可原 我一直知道老二对我有些意见 只是没想到已经影响到赵继如此 如今我还在 他就能对王室如此 带我一走 他们孤儿寡母的 在赵家哪还有立足之地 我不知情状已经严峻到如此程度 他叹息道 你以为三娘此举真只是一书心中怨气 他这是在逼我做选择呢 赵长渝说到这里一笑 他倒是聪明 承伯沉默 坏话是您说的 好话也是您说的 反正您总会为自己的孙女招补 他默默地把茶碗往赵长渝跟前放 赵长渝端起来喝了一口 陈寅道 其实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 并不是有大义之人 承伯盲道 郎主为何如此自贬 赵长渝却很坦然 这却是实话 我若是大义 此事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 我就该派你去训斥三娘了 家族的力量只有集中在一块 才能助赵氏更进一步 而今又逢乱世 更不应该分散家族势力 而我 赵长渝论叹息道 现在要做的却是分家族势力 自和三娘谈过后 赵长渝论一直在犹豫不决 他到底该给三娘留多少东西呢 按照原计划 他是不打算把家族势力分给他的 甚至除了承搏外 他没打算留什么人给大方 孙子是傻的 即使他不愿意承认 赵二郎也的确弱智 十二岁的少年郎 平时沟通都没问题 但心智就是跟六 七岁的孩子无异 人家六 七岁还能使百字了呢 他读了六年的书 认识的字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有惠帝这个前车之鉴 赵长渝自然不可能把家业给他 所以他一直想的是让二房继承家业 将大房托付给他们照顾 这两年 朝中局势变化 大房和二房的矛盾日益加深 他看在眼里 急在心中 这才想给大房多一个保证 所以他才开始给孙女寻找高门亲事 他手上有权 有钱 有人 他想在离开前安排好三娘 将来他有附加依靠 也可以照抚母亲和弟弟 谁知道他这边才有一点苗头 府中就流言四起 二郎和三娘就出事了 今晚 哪里是二房上门逼迫大房 分明是三娘在逼他做出决断 赵长渝虽然知道他挖了一个坑 但 还得往前踩下去 赵长渝思虑半赏 有了决断 或成博道 明日让赵鞠和吉原来见我 成博功身应下 是赵韩章以为赵长渝还需要纠结一段 时间 毕竟他这位祖父在历史上 可是有名的能臣 是能被人称为千丈松 天下栋梁的人 这样的人 就算是想训私 也会纠结一段时间 在家族大忌和小家血脉之间 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是人都会选择家族 更何况是赵长渝这样有远见的人 他没想到 第二天才到午时 正要用午饭了 成博就带了人过来接他 狼主关心女狼 所以让奴过来接女狼过去续话赵韩章点头 坐在了 撵车上才想到 刚才成博没叫他三娘 而是叫他女狼呢 他嘴角忍不住往上翘了翘 进主院时都没压下来 这次 他毫无心理负担地冲坐在院子里的中年人喊 祖父 赵长渝冲他点了点头 等他到了跟前便给他介绍身旁的俩人 来得正好 来见过你及爷爷 赵韩章看过去对住面白无虚 面色温和 看上去只有三十来岁的青年 怎么也喊不出口来 赵长渝见他看住人发愣 微微醋眉 三娘 赵韩章立即欠身教导 吉先生 吉原眼睛一亮 微微汗手 女狼今日看住精神不错 赵长渝有些惊讶地看了赵韩章一眼 也没纠正他 而是顺着话笑道 他从小疲势 紫渊也知道 至而只留下两个孩子 二郎那样 我便忍不住将他当作男儿教养 吉原沉默 赵长渝不许他立即做出决定 和赵韩章道 三娘 吉先生是祖父的右臂 你将来要将他与祖父等同视之 赵韩章一听 面色严肃起来 按住坐碾就起身 勉强站住后便冲吉原深深的一一 吉祖父 赵长渝 倒也不必如此 吉原却是眼睛大亮 激动地伸手扶住他 好孩子 你伤了腿不必多理 快快坐下 吉祖父不坐 三娘岂敢坐 你也快请坐 赵长渝额头轻轻跳了跳 连忙打断俩人 这是赵鞠 是祖父的左膀赵韩章看过去 这身高就很现代了 应该有 一米八二三 孔武有力 现在正是春天 洛阳的气温还低重呢 但他只住简单的胡服 布料贴在身上 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力量感 赵长渝 家中不屈 是他统领 赵韩章心中一动 一文一武 赵长渝 这是要把家底都给他 第九章两条路 那是不可能的 赵长渝就是能自私到这个程度 他也不可能把赵韩章 推到风口浪尖 赵长渝带着三人进书房 程伯守在了院子里 赵韩章因为腿伤 只能坐在胡凳上 赵长渝三人 则是盘腿坐在席上 赵长渝坐在主位上 看了眼 坐在正对面胡凳上的孙女 道 我已经决定 明日就上书请立世子 新皇即位 正是加封功臣之时 我的折子 应该很快能披下来 他手指点了点桌子道 本来 世子请立之后 我应该把你大伯父 带在身边教导 将家族势力慢慢交给他 但是 赵长渝 渝抬头紧盯住赵韩章道 你叔祖父还在那赵韩章 心中一动 想起历史上 对赵仲渝的灵星记载 明日想让他们父子相动 我们大防渔翁得利 赵长渝快速地扫了一眼 坐在一旁的吉渊 贺道 瞎说什么 我走后 家族大忌全落在你叔祖父 和大伯父身上 你不说从旁协助他们 竟然还判住他们不好 赵韩章立刻低头认错 是 都是三娘的错 以后再不敢这样 这样明著说出来了 赵长渝这才稍稍满意 继续说 人贵精 而不再多 我给你和二郎留一些人手 将来我不在了 你就和二郎服官回乡 他也不必会急 冤合赵鞠 直接和赵韩章道 我给你两条路 一是先定清 等以后出效了再嫁人 紫渊他们会帮你 我们家在汝南有一个物宝 现在是你武术工艺房在经营 但我们大房才是敌之 有二郎在 你只要回乡便有机会 话不必说的太统 赵长渝这是让他写赵二郎以令 赵氏误保 赵韩章觉得这条路不错 微微点头 但定清 他觉得大可不必 第二条 今年便定清成清 你把紫渊他们都带上 将来你母亲和弟弟依附你生活 赵韩章 祖父甘愿把赵氏这么大的势力 交给殷亲 赵长 渝定定地看住他道 我交给你了 三娘要是不说那番话 不做这些事 他本来是不会分出势力来给他的 但既然他有此见识 那他的夫家就拿捏不动他 在他手里的势力 可以成为他夫家的助力 同样的 他夫家的势力 也会是他的助力 保护他和大房母子 赵韩章心中激动起来 祖父信我 我必不负祖父所托 我会保护好母亲和弟弟 也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选第一条路 赵韩章好奇地问道 您 给我说的是谁家 怎么二房那么助级的下手 别胡说 没有证据的是不得宣诸于口 赵长渝说了他一句后道 我看中了父子庄的长孙 傅长荣 赵韩章便用力地在脑海中 搜索傅子庄这个人 发现搜索失败 就一脸茫然地看住赵长渝 一旁的吉渊就笑道 傅公明知 自子庄 刚进封中书间 又仆社 左光路大夫和司徒 其长子傅轩 上鸿蒙公主 傅长荣是鸿蒙公主之子 少有才名 比三娘大两岁 年岁合适 财貌合适 家事也合适 年岁和财貌先不说 家事上看前面的确很合适了 但看后面就不合适了 俩的祖父都坐中书间 但人家祖父是现义 他祖父是退义 人家父母双全 他这边是孤儿寡母好不好 赵寒章很怀疑 复工 他能答应 赵长鱼瞥了他一眼道 为何不答应 三娘你温柔贤良 财貌双全 他富家求之不得呢 赵寒章心虚 财貌双全 他倒是不否认 但这温柔贤良 不说他 就是原生 他也没有这个特质啊 他不觉得赵长鱼会不知道 小女孩一直在暗磋的搞二方 赵长鱼面不改色的道 此事你不必忧虑 你是女郎 要矜持骄傲些 头虽是我开的 但现在是他富家在求你 赵寒章不解 为何 赵长鱼瞥了他一眼 醋眉 还能为何 自然是因为你好了 赵寒章顿了好一会儿 发现赵长长是认真的 顿时说不出话来 他承认他很优秀 原生也很优秀 但这个时代 真的承认他们这样的优秀吗 想到对方幸福 赵寒章心中一动 祖父 这位富郎君最近还好吗 赵长鱼看他 为何这样问 难道是他在外面 有什么不良嗜好 叫你知道啊 赵长长鱼惊讶 你耳目如今这么灵通 连长安的消息都探知得到 赵寒章 他在长安 不在洛阳 赵长鱼醋眉 盯着他脑袋上的伤 看了一眼 京城事变 他一直随父母 被困在长安 你 你不记得 失忆的事是真的 哦 赵寒章现在却不能承认自己失忆了 毕竟两个重要的左膀右臂在呢 要是让心腹幕僚知道他脑袋有问题 那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心吗 所以他笑道 假的 只是我不记得傅家的事 他们家的事很大嘛 赵长鱼瞬间被说服 那的确是不大 过去的两年时间里 大静死了三个王爷 皇帝被人抢了两次 去年甚至直接被人堵死在了皇宫里 每一件事都比傅家被困长安要大 孙女年纪还小 收到的信息不全也是正常的 赵长鱼自己说服了自己 微微点头道 不过心皇即位 长安之困稍解 虽然从长安到洛阳 还是艰险万分 但以傅家之能 回来应该不难 再过两个月 你应该就能见到人了 赵寒章微微失望 看来这位傅长荣不是傅教授 按照他当时出现和消失的实际推算 傅教授出现的地方 应该是有一个受伤的人 说不定和小姑娘一样 瀕临死亡 或者已经死亡 傅教授才在他眼前 修得一下消失 就不知道他到底变成谁了 赵寒章的内心蠢蠢欲动 最后还是没忍住 和三人打听 祖父 不知近来京城可有什么新闻 比如和我一样失忆 或是受了重伤的人赵长鱼 不说受伤 京城里每天死人都不少 你想问谁